oit Metro Re- Им engaged, Administrator Trucks 首先呢 我们为了方便起见呢 我们因为这个是一个VETA VETA Potential是一个VETA 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 我们写的是这个 scaler的potential的wave equation 然后homogeneal的wave equation 再把同样的方式 类推到这个veta potential就OK了 因为你实际上这个equation的话 你如果是三度空间的话 你就可以看到它是什么 相当于是三个 scaler的这个wave equation 因为你可以把它分解成三个方向 负μJx 然后ay az 所以换句话讲 你如果会解这个 你只是把它类推 位置 v的位置带 a x a y a z 然后hom的 换成hom分之一换成μ rho的位置换成j 就OK了 所以我们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怎么解我们的scale potential的部分 那我们看到了 如果在时间 这个t等于0的时候 有一个 这个 有一个charge 在 原点 那我们放一个point charge 我们说我们的point charge呢 在原点的部分 那这个point charge呢 那这个point charge呢 现在你看到 这point charge呢 它 所产生的这个 这个scale potential的 这个场的话呢 它是septical的symmetry ok 所以我们看到 基本上面 这整个场 它是一个 跟方向无关的 但是它是一个 跟距离 有关系的一个场 所以应该我们都没有问题了 那你现在你看到 我们刚刚已经讲过说 我们在这一点的场 你这个位置 然后呢 你还要跟它的时间有关系 那这个时间呢 就是 在这个原点 产生的微妙变化的 你这个charge 如果在改变的时候呢 那我这边 这个potential呢 也会跟着改变 只是它们之间的关联 是什么样子 这是接着我们要探讨的 那 首先我们现在看 假设 这个 这个 啊 scale potential 的 wave equation 的话呢 只有在原点 有charge ok 其他的点 通通通通没有没有charge 那我就可以把 我这整个方程式 他令他等于零 除了原点 所以我们看到说 在任何的位置 你都可以去解 你都可以去解 这个equation 除了在原点 以外 这个方程式都是对的 那 我们刚刚已经了解到就是说 这个方程式是一个球对称的 啊 这个potential的部分 所以 laplus vr 的部分呢 实际上我可以 把它写成球坐标 而且是什么 而且是什么 跟 这个 cta y 是完全无关的 那 这一项的部分就变成 r平方分之一 啊 r r r平方 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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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函数呢 那你对r为分以后又乘以r平方再对r回分又除以r平方 我期待把它这些啊 画得更简单一点我就假设 假设哦 假设哦 for set 他是 r分之1 r r t的函数 这是我们常见的 手法 我这个r是跟这个r是一样的 那常见的手法 那为什么要这样子做呢 你看哦 你把它带进去以后 这带进去以后呢 你会发现说 上面这个关系啊 就变成 ur r r平方 你会发现 哎 你好像简化了非常多了 而且这个简化是对你非常有用的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 如果我这个potential呢 现在u r t的部分呢 你现在呢 把它写成 一个 r的 函数跟一个t的函数的时候 那我就可以把它 separation 一旦 separation 一旦 separation 以后我会发现说 这个是等于0啊 那我们可以看到 被t的部分的话呢 你可以 啊 某个 我应该要怎么讲 可以 可以这样子 把它拿过来 我的u呢 rt呢 实际上是可以写成 t-r 更号 mu 跟 t加 r 更号 mu 一小的函数 我直接这样写好 会比较快一点 你看到 你看到 我们对时间为分两次 这边的话就是 会有mu一小跑出来 ok 对 等一下 对 对不起 对 r 微分两次的时候 会有mu一小跑出来 那你这边就变成mu一小啊 ok 不管是 你是这个函数过这个函数 他都会有mu一小 他都会有mu一小 然后对 r 尾分 所以mu一小 mu一小就会消掉了 换句话说 t减 r 更号mu一小 或t 加r 更号mu一小 都是他的解 这个的解 ok 那唯一有一点不同的一个地方就是 t-r mu一小 跟t加r 更号mu一小 这两项差别是在哪里呢 差别是在 你看到了一个 这一项代表的意思是 这个坡啊 t-r 更号mu一小 是代表这个坡呢 你的pop gate 过来的速度 就是更号 mu一小 分之一 ok 因为 因为 t-r 除以v 这是 这个函数 在 这个坡 我们说 我们的sauce 在这个位置 那这个位置呢 它的坡的propagate 是 我的potential 应该是 应该是 这个坡传递过来的话 这个刚刚我们讲的 在这一点上面 我看到的整个 啊 这个 电 metapotential的部分的话呢 是在 是在 它 这个时间点 我应该讲 如果在这边看到的potential 是 是 这个时间点 这个 t-r 除以 v 这个时间点的charge 的distribution 所造成的 所造成的 这一点 在时间t的potential的结果 那反过来 这一项的时候 是什么 这是 t加r 除以 v 的部分 这一项 ok 所以 我们会发现 这两个是完全不一样的 这是什么 这是 这一项所代表的是 在时间t的时候 我是 依它过去的果 所呈现出来的结果 经过一个propagate 得到的一个 情况 那我们可以看到 这一项 是我们一般在讲 这是因 这是果 反过来 这一项呢 就不一样了 这一项是什么 是未来式的结果 在t加r 除以不一 这个未来的 这个charge的结果 却影响我现在的 欸 未来的因 影响了我 现在的果 这样了解吗 这两个完全不一样的两件事 ok 对 对 这个是我觉得要讲 这个是有物理的 因为过去的因 影响我现在的果 是物理 有物理意义的 这一项呢 未来的因 影响我过去的 现在的果 是没有物理 能够跟它匹配的 所以 以实用的观点上面 这一项是没有物理的 这一项是不合因果论的 不合因果论的 ok 所以我们 记得我们会看到 后面我们讨论的 我们不取这一项的结果 虽然是在数学上面 它是可以满足 这个一项许 这样了解吗 你虽然可以有两个手录许 但是这两个手录许 为什么后面我们通通的写前面的手录许而已 而这个手录许 不用它 就是因为 它没有 对应的物理 东西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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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一下 我们说 我们说 这一项我们已经没有什么物理意义了 我们就先把它摆在一边 那 好 我们看到就是说 如果 如果 你是在 T加ΔT时间 然后在R加ΔR的位置的时候 那你的U呢 就变成是C1 F 那T是变成T加ΔT OK 减掉R加ΔR 然後 根号 μ一小 OK 这就是你的解了 那 这个解呢 应该是跟C1 F的T-R除以根号μ一小 是一样的 那换句话说 我们可以看到ΔT啊 就应该是要等于R 因为这是T加ΔT-R 根号μ一小 再减掉ΔR的根号μ一小 所以 这一个是 T-R根号μ一小 已经OK了 是前面的 那 后面的这一项呢 你自动要等于ΔR根号μ一小 也就是 他减他要等于0 那他减他要等于0的话 我们把它除一下 ΔR除以ΔT 就是等于根号μ一小分之一 那换句话说 这个ΔR除以ΔT 就是你的速度 对 OK 那换句话说 这个就是这个坡的传递速度 这个坡的传递速度 这个坡的传递速度 经过这个 现在我们的 整个的 R 写 是个 如果我们说的 T-R-B-R-B-R分之一 U-R-B 这个坡的带来过 T-R-B 这种坡的 空调的时候 解释 C-C-B-R-B 那些 民主党比 geen r业一起 M-C-C-B-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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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B 即使前面的係數也沒有就已經沒有關係 因為係數是為了代表不同的形式方式 所以現在只有一種形式 它這個一個很重要 掛號T點R號 或者你直接就把它形式 我們現在可以寫成是這樣的一個形式 那你接著我們再看一下 在之前我們都知道說 我的potential的部分RT 是等於4pi issure 然後在這一點的 這個charge density 乘以dataV' 然後R 這是我們已經知道 所以你依照這樣的 你把它比較一下的話 這R的部分你有了 換句話說這一整塊的東西 就是你所謂的 方式 T-R除以V 就是等於4pi issure 然後R 然後 T的部分 那這個就是這個 那你把它T-R除以V 那你把它T-R除以V DataV' OK 我想這個應該把它寫成Data 會比較恰當 因為這是我們的結果 那 那 依照這樣的一個結果的時候 我們可以看到 你既然已經知道這個結果了 那 我就直接可以看到我的potential RT 這是Data的 Data 就是在這個小的範圍 volume裡面 那我的這個 potential的改變量是什麼樣子 也不能完全這個是potential的改變量 因為它已經除以R分之一了 所以 我直接把它對應上來 VRT的部分 就等於R分之一 把Data的部分拿掉了以後 那你就變成是 我把它寫成這個 積分的形式 那 F T V除以R 的部分就變成 4piissure Rho T-R除以V 對整個八人幾乎 這就是我們的解 這個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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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V的部分 這是 根號 μ一雄分之一 也就是這裡 V 這個就等於 R平方-V平方分之一 RuRT平方等於0 OK 剛剛同學問的問題 就是在這裡你看得到 好 那這個解 你很清楚的 看到了 我們剛剛要看的 這個問題 就是說 在 T時間 R位置的potential 是因為 你的 Charge density 在T-R除以V 這個時刻的 Charge density 所影響到的 在R T時間 R位置的potential 在這裡 完全呈現出來 OK 所以我們把 這個整個的解 就叫做 retard OK scale potential 他已經考量到 時間 這個電子波等的傳遞 他是有速度的 而且他的傳遞速度 因為 是 有速度的 那他 會有一個時間的延遲 到 這個 R位置T時間的時候 他所對應的 相關的物理量 就是 T-R除以V 這個時刻的 Charge density 讓你了解嗎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那這個概念 我們之前 在 考量 的時候 我們說 我們寫 V RT 等於 R分之1 V' 4 Pi issue Row T 然後 DV' 我們寫 這個關係式的時候 呢 完全沒有考量 你是要什麼 變磁波要傳遞的 所以我們說 在這種情況是 他是 瞬間就反應了 他是瞬間去反應的 所以 之前我們剛剛講 這是我們沒有考量 這完全沒有考量 Retotation effect的情況之下 我們所寫出來的一個結果 但是現在你已經知道 電磁波不是 這個速度不是無窮大的情況之下 那你就知道 你必須要去考量 這個 Time Retotation OK 實際上就是 Time Retotation 的Effect 你一定要把它考量進來 那這邊有沒有問題 那你 scale potential的部分 你已經了解以後 那beta potential 我們剛剛已經講了 這個beta potential 就相當於三個分量的 這個scale potential 類似的情況 所以你只要把它什麼 把我們剛剛寫的關係 全部把它變成向量符號 然後我們的 這個source的部分呢 變成current density的部分 就得到了 換句話說 rt 就等於四拍 我寫到底下 等於四拍分之mu 然後 r j t-r除以v t-r 這結果就出來了 有沒有問題 這是我們剛剛講的 quasi state的部分的話 那跟你現在考量 letutation 的effect的情況之下 就有一些 這就是我們的quasi state 这整个就连下来了 到这个地方有没有问题 今天讲了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这个概念完全是因为你的 这个Wave Equation 从Homogeneous的Wave Equation 然后你把它一直推倒过来的一个结果 好,那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接下来就要去学 就是你怎么去解你这个Wave Equation 首先我们看到 第一个部分的话 我们刚刚看到就是说 是一个Nahomogeneous的Wave Equation 那它是Scale Potential跟Better Potential 我已经差掉了 它其实没有直接对应到电场跟磁场的部分 是对应到Scale Potential跟Better Potential 那为了我们讨论更加的方便的情况之下 也就是说你要学复杂的东西 总要从简单的来啊 所以我们先讨论的是Source Free的Wave Equation OK 那所谓Source Free 就是代表的是 你的Row是等于0 没有Source 那J是等于0 叫做Source Free OK 那你在Source Free的Region里面的话 Row跟J等于0的话 那我们可以看到 你的这个整个Must-Wave Equation 就变得更简单一点的 附的RowB RowT 然后刻H的部分的话 本来是等于这个J加RowD RowT 那你J已经等于0了 所以变成是RowD RowT 然后Divergent 1呢 是等于1 一上分之Row 然后你现在Row等于0 也等于0 那Divergent V呢 是等于0 那这样的一个条件底下的时候呢 我说我讨论的范围又在一个Simple Median 那Simple Median的意思 实际上就是我们说 B呢 是等于1上1 OK 那这个 0呢是等于μH的部分 我们都考量进来 那我为了要把我们的问题更加的简单化 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我说我是在一个不非导体的戒指里面 OK 那在一个非导体的戒指里面的话 那我们看到 刻1的部分 你现在是等于负的μ 当A2 可以说的是 0 1上1 1上1 1上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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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上1 1上1是немH的部分 Divergent 1是等于0 Divergent H也是等于0 你很单纯的 那这四个式子起出来以后 是很简单的 你就可以写出来一个 Second order equation 对E跟B 或者E跟H 你现在K K K1 就等于 不μ 弯弯T K K 那K K 又是等于 issue 弯弯弯T 可以左边的部分 你把这个 向量的部分 把它展开来 所以马上我们看到 这一项是等于0 然后这两项呢 就很简单是等于 1- μ 1- 2- 1- 2- 2- 2- 就等于 那你看到一个 漂亮的Wave Equation 而且是一个homogeneous OK 同样的方法 你去把科尔H 就等于 科尔1 把它放进来 那科尔1的部分 又把这一项放进来 那就变成 负的mution h 那左边的部分 一样的 h 减掉 la plus h 那这一项又等于0 所以我们马上 也可以得到 la plus的h 减掉mution la plus h la plus t 的二次为分 它等于0 所以 你看到 sauce-free region OK 它的wavification 是非常漂亮的 那结起来的话 就很容易结 那这两个 是在sauce-free的region 这是我们已经很容易看到的 那你已经知道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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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刚刚我们更麻烦的 这边有sauce的部分 是电场跟 那个 scale potential 跟beta potential 是 non-harmonic的wav equation 的部分 那 所以你现在 第一件事情 是什么 你要学习解 这个equation 要学习解 这个equation的话 这个是 会跟时间有关系 跟位置有关系的 一个 这个equation 那接着我们就是要 来学 我怎么学 这个equation 到这个地方 有没有问题